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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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又到了 Toyote Day Diplomani Away 時間了 沒錯我是你的 Ludu Zombie Ludu Zombie 對 今天原本 我是要講這一個 這一個 幼稚園雜誌的ATM 但是我還沒拍 我最近看已經有人拍 然後喘了 心裡就覺得 可惡我太慢了 我輸得太慢了 我不應該 對 所以我想說 我現在如果單純也只是做這個的話 就是太沒心意了 所以我想說我改一下 改裝一下 可能改成皮克斯版本的 再來拍這一個 沒事 那我今天就也介紹一個 配合你玩具 跟書 有一點關係的 好那我們阿話不說 我們快速上到 JUS 沒錯 就是這一本 Toy Story MV 本身就是這句的日文 漢字就是寫 無限筒比方 然後它是一個舞台系的繪本 舞台系 等一下是舞台系 來看一下 就是這種感覺 跟一般繪本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 打開的時候有點像是一個舞台 對然後你看它書這邊有挖幾個洞 打開看一下齁 很小的 我怕東西壞 嘿 打開是這樣子 剛剛那幾個洞的角色 然後你看它裡面就是 打開是這樣有這些角色嘛 然後這些角色都是可以拿下來 但是 我是沒有拿過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拿久 可能就會判決 就是我的玩具很多 所以可以直接取代這些字卡 哈哈哈哈哈哈 小朋友應該很討厭這種 這種哥哥 好那我們現在要看第一頁 我覺得它是 這本最厲害的地方 是在前面 它有一點故事性 所以我也只能從前面開始 慢慢講下去這樣 希望大家認真把我看完好不好 好了啦 在我收到這本書的時候 第一次開下去的那一瞬間 就跟多人吃著小當家的料理 吃下去一瞬間 有掉到宇宙 然後發光那種感覺 是一樣的 給它開在那一瞬間 你可能會掉到宇宙 like king 好太誇張了 對沒錯 這邊 像它這就是比較小朋友的 有沒有 打開很有舞台的感覺 對這個就是 看得出來吧 Andy的房間 然後它這邊 會有一些小故事 這故事要講嗎 好我講一下好了 它就說 胡迪它一直是 Andy很重要的一個玩具 直到有一天巴斯光年來了之後 胡迪對巴斯這個玩具 產生一些比較嫉妒的感覺 直到他們兩個人一起冒險 經歷過一些事情之後 兩個人就變成了 彼此非常重要的朋友 這邊大概是寫這種 簡單的小故事 也沒有講得很多 但我覺得蠻適合小朋友的 大家對故事應該是還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房間到底哪裡很厲害 對沒錯 就是打開的時候有沒有看到 Andy的房間嘛 然後剛剛的故事不是有說 直到巴斯光年這個新玩具 來了之後 所以這邊就是可以 跟電影第一集一樣 拉過來 就變成巴斯 然後床 上面的床端 打開也變成巴斯 有吧 記得第一集嗎 就是巴斯來了之後 過一陣子 海報從西部牛仔 換成了巴斯光年 然後床端也變成巴斯光年 然後湖底那時候就很sale 那這邊的機關大概就是這裡 這個地方有沒有 壁子的地方打開 對裡面還有一隻 彈簧狗的角色的紙卡 然後可以拉伸 然後它的原因應該就是 放那些紙卡 剛剛前面那一頁那些紙卡的角色 你可以一起play 然後講故事給小朋友聽 對 但是我們已經是個成熟的大人了 對 我跟你講 這個厲害的地方就是 像你就是找一些 就是你大小事宜的玩具 把它堆上去放著拍 一張完美的照片就誕生了 來拍手 誰最棒 誰最棒 我覺得這個 這個場景超級好搭玩具 就是放著拍 不管是你拍床啊 或者是床頭這邊這些區塊啊 我跟你講搭起來效果都 超級好 真心不偏 但我覺得最精華 最美的 就是這一頁 就只有這 然後後面就開始有一點 逐漸減弱 但你還是要看完 因為我覺得這本真的也是蠻精彩 這一頁就是有點延續第一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頁 沒錯 第二頁 就是披薩星球的三眼仔啊 然後它的小故事是在前面這一塊 這邊的故事就是說齁 八世光年他來到了披薩星球這邊 他看到了火箭抓娃娃機 他以為這個是真正的宇宙總部 所以他就跑了進去 然後這時候 補底看到他跑進去之後 他也跟著跑了進去 兩個人都來到了火箭小娃娃機的裡面 然後裡面非常的擁擠 有許多的綠色小外星人 他們都在等著被抓子抓起來的那個時機 這是他裡面的故事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這一頁他就是用了一點塗層的概念 就是從遠到近有一些三眼嘛 然後 這裡還有一個 抓 抓著 冷靠 他可以左右動 然後這隻也可以上下動 還不錯 可以放一些三眼在裡面拍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 這邊平面的前後景太直卡了 但拍起來效果其實我覺得也還算不錯 像蘇勒這邊都有許多縫隙 你就可以放一些各種三眼 然後這樣拍過來 效果也是挺好 就有一種讓你的三眼置身在披薩星球的感覺 對 沒錯 好那我們看下一個 而且我覺得這個 它是日本設計 因為它有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小貼心 一開始打開那邊 它也會放一張紙 就是避免那個魔鬼沾那個黏壞 然後像它這個書這邊也都會有一個鬆緊帶可以綁著 避免它太重 然後會倒下去 它不會讓你的舞台垮掉你 沒錯 這個就是第三頁 就是胡迪的特區啦 故事這邊就講說 不好了 胡迪被玩具收藏家給偷走了 打算連同翠絲還有紅心還有礦風筆的 一起賣去玩具博物館 還好很幸運的 最後胡迪幫助了翠絲和紅心一起逃走 故事其實都很簡單 主要可能是跟小朋友有一些互動 然後這一區這裡就是很 第二集的那個場景 因為我前陣台剛複習玩就覺得 現在又剛好介紹這本 就覺得天啊 其實它做的真的滿仔細的 就是很多像那時候 胡迪 就是看到了許多 像它以前風光年代的那個 各種周邊產品 然後這邊有一個 老式唱盤機 這上面這個也是可以轉的 指針跟銷片 這兩個都是可以動的 其他這邊就是有一些 比較復古湖底的一些 周邊的產品的立體印刷 然後這個礦工筆德也可以打開 打開就有個筆德 跳出來 這個是比較一般的立體書 走法 沒錯 這樣 最後一頁 很快對吧 對它就只有四個場景 最後一頁 最後一頁 好 我要唸 好了我前面都唸了 最後也把它講完好了 最後就講說 胡迪和巴斯還有其他的玩具朋友們 一直都陪伴著安迪在他的身邊 直到安迪長大之後 他即將要去念大學了 他對著小女孩幫迷說 這些玩具就全部送給你了 胡迪和這些玩具們 看安迪告別的時候 雖然心比非常不捨 但是也認識了幫迷家 新的玩具朋友們 之後大家也開心的一起和幫迷玩爽 大家的感情也都更好了 對就是一些感人弄小呼吸 然後這一頁就是第三集的那個 最後一幕那個場景 就是安迪抱著紙箱 然後把玩具送給邦尼的那個 他家的那個院子草地上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邦尼的包包 然後這個包包 它這個口袋上面是做有一點點力 所以你可以把它前面的角色放進去 就很像邦尼帶了什麼玩具出去 然後把它丟在這邊 然後還有一個可以動的就是這個 蛋頭的眼睛 然後你看它這邊這樣 然後又有一點素音 這邊嘛這邊有點素音 我就覺得哇這個立體感 挺有的 然後這邊也是蠻適合 擺一些大小事宜的小玩具 我覺得這場景也還不錯 對全部就只有這四個場景 它定價是2300日幣加分 但我覺得蠻值得的啦 我覺得這本蠻好的 雖然它只有四個場景 但我覺得一刷還有一些 就它的一些小機關什麼 我覺得都還不錯 我覺得都還蠻好的 我覺得很適合我的玩具們 所以就是 賣賣賣賣賣 沒錯 它故事的成分就是比較小朋友 我覺得我念故事是不是有點噁心 還是很好聽 還是我叫隊長夫人來幫我錄個故事 然後發一個只有書版本的 可以給你們的小朋友聽 蠻不錯喔 好 對大概就是這樣子 原來我也有說書人的一天啊 這本 如果你找得到的話 我覺得前面的那個 房間就非常值得買這一本 所以這本 就是 隊長推薦 大概就是 這樣子 沒了 對 希望我趕快把幼稚園的這個 H&M該如何 還沒訂閱的 各位訂閱起來好嗎 支持隊長 隊長還可以介紹更多 希望大家訂閱起來 GO 再來就是這樣 我們是我們的 Rubber Zombie 我們下次見 掰掰